林泽徐的故事 乔庄查明情 钦差大臣林泽徐奉了朝廷圣旨到广东来寄烟 他知道当时在广东掌权的都是一般贪光乌吏腐败无能 是一堵没脚的墙靠不住 于是他到广州之后 一不做八人大教 二不穿龙凤官袍 三不进官府衙门 和几个近身部下化妆成各式各样的人物 到民众中去查探实情 起初林泽徐扮成个支离 来到珠江边的天字码头 见工人们牵着异乡乡沉重的东西 便上前问道 工友 这是什么东西 鸦片烟 扛到哪里去 还不是大名鼎鼎的总督府 总督府的人也敢犯烟 林泽徐故意装着惊讶的样子不解的问 他们不是要禁烟吗 工人们笑着说 嗨 你这个傻佬 这个谁不知道犯烟赚大钱 好是银白烟黑一样明摆着 他们嘴上讲禁烟 暗中却沟通勾避了洋鬼子 第二天 林泽徐又扮成了大烟鬼 桌上一套黑椒绸衫 爽起肩膀走入烟馆去 刚好碰到一个烟客 他便和那烟客倾谈起来 伙计不好了 听说皇上派了个钦差大臣来广东进烟 以后烟馆也不能开了 那烟客毫不在乎地说 呸 还不是一样货色 那帮官僚只要有钱筛满荷包 就能堵住他们的口了 第三天 明泽徐又到广东的大小茶楼去 一边饮茶 一边和茶客倾谈 查清了官府里 私通勾避老烟饭的实情 把那般贪官污吏的名字 一一记在心中 然后才回到总督府去上任 林泽徐一上任 就把那帮民神暗会 国崇民贼 烟商烟饭 革职的革职 法办的法办 还把那些没收来的大烟 统统一把火烧掉 吓得英国烟饭头子威廉查顿 也赶快溜回伦敦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